在演奏下去之後 第一秒你就是被他抓住 就算我不認識這個作品 在當下、在那個氛圍 所有人的注意力是會被吸到台上去 大家好 我們是 異星選樂式創作 我們聽到選樂式創作 都是想到海豚貝多克 其實他的創作量 跟他的風格 整個作品的完整性 也有他很獨特的地方 他的生長背景 跟他出生天帶 在這個蘇聯體系的二戰時期 他的作品其實充滿各種政治迫害 還有很多當時 心靈上面有多 比較壓抑的情緒 或者比較負面黑暗的感覺 也就是因為這一些歷史的緣故 讓他的作品當中有很多情緒 或者是用諷詞的方式 他把他想要表達的話 他藏在他的音樂裡面 我們要表現這個音樂的 嘶吼的拉扯 尖銳之餘又不能破音 諷刺的情緒 比較醜陋的音色 但是要怎麼樣醜陋 不能像我們音樂學習的過程 甚至把音拉丟回 他在提到音響效果的呈現場面 你要想像持續的電音 就是像戰機要準備要發動 他甚至是那種炸彈爆炸之後 耳多產生的耳鳴的那樣子的狀態 他所接觸到的這些聲響 心中的感覺 很特別的是有強調這些東西 大家可能對於香草高尾氣 就會覺得說他的音樂比較難懂 對我來說我覺得他的開頭 是一個很舒服的感覺 不知道是開頭聽起來有點重 春暖花開的感覺 我還蠻喜歡這樣子的氛圍 在演奏下去之後 第一秒題就是被他抓住 就算我不認識這個作品 在當下在那個氛圍 所有人的注意力是會被吸到台上去 這一次音樂會是我們要開啟 Sharkovitch系列的第一場 所以會有一種要一起成長的感覺 哇 這是我們一心四重做的 要再成品第七次的演出 要度過七年之樣 所以這次 就是也真的是 不是一段短的時間 在這一趟旅程中希望 這是一個可以讓觀眾 比較容易走進 Sharkovitch的故事裡面的一首作品 我們也是 一起在經歷這個旅程 我們也可以藉著這個機會 真的從頭到尾 把他的作品 好好的演奏一遍 好好的閱讀一遍 這次可以輪到第一場 很開心的這樣 可以聽到很重要的重點琴喔 歡迎大家一起來聽 一心弦樂式重奏的音樂會喔 一定會非常精彩的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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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